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直播收入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亮 早安 早安 剛才那半小時 局長以前教育學院校長身份 和我們討論國民教育 以及現在在廣場的朋友繼續在廣場裏 靜坐、絕食的問題 我們當然很希望絕食的朋友 要保重自己身體 以自己健康為重 亦希望政府能夠果斷地做出一個決定 令到我們的老師、同學和家長能夠安心 令到同學可以繼續在學校裏面學習 講完很多國民教的問題 其實我們今天想請到局長也跟我們解釋一下 或者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港人、港地 拿兩塊啟德地出來 做這個先導計劃 拿出來投標 然後兩塊地 多過一千個單位左右 我和阿輝研究過 好像沒什麼用的 就算是賣給香港人 30年不轉讓 一千個單位要三年半後才能夠蓋好 已經開始這兩天 很多地產價人士也好 不同人士也好 推高另外一些 不只是賣給香港人的樓價 就認到油價越來越貴 更加多些人買不到樓 還有出來的價錢 可能都未必是大部分市民能夠負擔的 然後又要依賴這個 或者依靠這個發展商去建 他們投的時候又不知道是肯不肯投的 很多一連串問題 不是 我覺得呢 我擔心他們肯投 一定肯投 以你這個而只可以賣給香港人 30年之內 都是只可以賣給香港人 做一個借口 壓低你的地價 然後便宜賣地 建好樓之後 他喜歡賣多少錢 你又沒有限價 他喜歡賣多少錢都可以 首先我們要了解 港人港地 他實際上的意思是什麼 他是回應香港社會裡面 有些人擔心 或者不少市民擔心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開放的市場 我們有市民擔心 如果境外 境外不一定是指大陸的 香港是全方位開放 外來人去參與我們的樓市買賣 會不會造成本地人反而買不到呢 這個是最根本的一個憂慮 還有樓和其他產品不同 其他產品 你說除了奶粉也好 不夠就叫生產商盡快生產 但是樓就不可以隨便生產 所以他的數量是有一個很實質的限制 所以港人港地的意思其實就是 好了 我們有一些地 建出來的樓 就透過某些方式 現在我們用賣地條款 這樣的方式去規限它 就只能賣給香港的永久居民 但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市場不小 我們有600萬以上的人口 是永久居民 所以它是大的 但是最終呢 就算你說在香港永久居民 那600萬人裡面 其實都是會有供求的因素 所以你的價是高是低 仍然受供求的影響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這幾個星期我們都說 政府認為現在我們要徹底 去解決那個樓價的問題 一定是供應著手 如果供應不做得好些 多些持續性 但是需求我們看到是實質的 那一定是有個緊張的狀態 所以我們不是期望一個措施出來 突然間樓市就很天翻地覆地改變 因為供應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我們覺得市民所關心的 即是說究竟本地以香港為家的永久居民 它那個市場會不會 即是過分地被警惡人所謂佔領了 甚至主導了 我們希望在這方面能夠適宜 還有啟德那兩幅地推出來 是一個先導的計劃 我們行政長官都說過 有需要的時候 會有其他的土地 都可以用港人港地方式 還有公營部門 譬如說房協、市建局 我們期望他們可以做到 配合這個政策 至於說樓價高 我相信用什麼方法都好 都會有相當部分的市民 他們經濟能力是負擔不起的 正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公營房屋就有它的必要性了 無論是基層方面它依賴出租的公屋 或者是我們新的居屋計劃 所以居屋一定是我們將來 香港的房屋階梯 一個常設部分 還有我們都在想 在原有 即是居屋照顧的收入水平以上 有沒有某些都仍然需要 用某種方法去幫它 如果它本身有一定的經濟能力 我們再幫幫它 它也可以自業安居 這個方面我們都在想 但總的來說 現在我們這兩個星期 所推出的都是從供應方面去著手 但這不等於說 我們對樓市的大的波動是事由無睹 財政司司長也說了 行政長官也說過 政府密切注視樓市的趨勢 走勢 有適當的需要 適當的時候 會有進一步的適切措施 但怎樣也好 如果你說純粹是壓抑需求 但如果需求是實在的 那你只有壓抑一時 到某階段的需求 都會釋放出來 所以我們經常說 就是供應一定是主導 但有些人就說 你這個軟水 救不到近貨 我們都明白這個道理 近貨方面 我們嘗試 有各方面的措施 所以我們說 將一些 譬如說 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 改變用途 昨天政務司司長說 工廈 我們希望能夠盡量 釋放土地資源 令土地資源更好地善用 這些方法是去想的 等等 你昨天說的工廈 工廈可以申請改變用途 包括建一些 比較小的單位 或者改裝了 可以讓業主來申請改裝 然後就可以變成住宅 單人也好 你說青年宿舍也好 這些都要讓業主去申請 然後去改裝 其實都要時間 還有它租出來的價錢如何呢 天天不知道 最終來說 當然價錢 一定是有 在香港的自由市場裡 政府從來都沒有扮演這個角色去指導價格 我相信這個都不是那個世界的潮流 但是呢 當然如果價格有很大的波動 影響到橫觀經濟 以及這個可能去某階段 會產生一種泡沫的風險 政府不能夠無盡 所以有些時候呢 政府會有一些被市場視為干預的措施 但是政府會做任何這方面的措施的時候呢 是必須要做一個很好的平衡 也都令公眾呢 不會懷疑 香港 我們標榜的 一個自由經濟的市場 這個地位受到衝擊 所以為什麼在推出那個港人港地的時候 前兩天我都再補充 就說 香港一貫作為一個自由經濟市場 這個定位呢 我們是沒有變的 儘管有這樣的措施 譬如說 有些土地建出來的樓 我們只是給永久性居民 但是這些措施呢 其實在國際上呢 也都不覺得 是必然會衝擊那個自由市場的定位 我都引述的例子 就是說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自由市場的國際排名 香港十幾年都是排第一的 排第二新加坡 排第三澳洲 兩個地方 在過去幾年呢 都已經引進了 限制外國人 自業買地的措施 還有它的限制呢 在過去兩年還加強了 但是這個不影響到整體國際上 因為呢 你看一個自由經濟體系 不只是看一半的 在很多方面 還有我們現在做的方法 我們不是說 對外地人在香港自業買樓是關門 因為我們只是說 在港人港地的單位 就有這個限制 我們很多都沒有這個限制 所以市場仍然開放 所以就不存在說 因此以後外國人就不用想來香港了 或者內地人不用來香港投資 或者合理地買地方來定居等等 只要是樓價 當然任何樓價都好 任何市場 無論你說開放給外地人的 或者只是局限在香港永久居民的 港人港地的都好 最終一定是受供應 和需求兩個因素影響 需求方面 既有一些是自住的需求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 是令到他們的負擔和力都應付不到 都負擔不起的 那些人就暫時壓抑自己的需求 所以在97年之後 亞洲公共風暴之後 突然間的需求下降 樓市跌了七成 就是這樣 不是說那些人沒有住的需要 不過他覺得他負擔不起了 這個經濟因素 那供應方面 我覺得就是 經過了過去幾年 起碼燃介政府 看回頭 就覺得 可能將來 我們一定要確保 那個土地供應 火供應 是要做到長期可持續性 那時候 政府有他的土地儲備 在因應那個市場的需要等等 那個回應會做得好些 但現在我們看到 你即使我講人講 你這個是先導計劃 這個是三年半之後 那是不是未來三年半 你又看了先導計劃 成效如何 才會再推港人講地的地呢 沒有這樣的前提 先導計劃的意思是 先拿兩幅出來 為什麼呢 坊間上就說 這個特首競選的時候說 其實你不是真的 也有很多不同的訊息 其實一直以來 當新政府上場之後 就去研究 如何去落實港人講地 因為概念上就清楚了 香港人 這些地是被香港人建出來的樓 但是怎麼定義香港人呢 我們現在定義就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 清清楚楚 第二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第一手買的時候 就規限 以後你就不管 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就名存實亡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是首次的售賣 和之後三十年的售賣 都是受這個規限 但這樣就不是不讓他買的 你在香港永久居民的群體裡 我們說六百萬以上 是自由買賣的 也都不設其他的前提 不會看買的人 你的入息多少 你買來究竟想怎樣 是不是自己住或者拿來投資 他可以買來租出去也可以 不過你說有些人擔心 會不會這樣 買來炒賣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炒賣的時候 我們有其他措施去處理 現在的額外印花稅 就是處理短期炒賣的情況 所以 我們提出來的先導計劃 就是現在有兩幅地 我們就拿出來了 之後 不排除 就有其他的地 會拿出來 每一年的賣地計劃裡面 有些地 我們覺得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就拿出來 但是擔不擔心 就是我剛才說了 投標的時候 發展商就壓低了價 到他建好賣的時候 他就看到你的供應 都是不多 繼續是抬高的價 包括私樓也好 他可以建了私樓 他可以買很貴的 他仍然買很貴 或者 即使你規定他說 要5年之內 什麼時候一定要賣 他開售 他開售仍然 價落到很高 那你們這些人不好賣 其實創始有供應 實質的供應也不足 然後我們住屋的問題 其實是 都不能夠解決到 那你會不會是有一個 另外一個措施和政策 包括居屋說 五千 又不是現在唯一六至七號 才開始見到 變成未來這幾年 或者是現屆政府這個任內 其實都 有計劃 有政策出現 未能夠落實 切實 解決到 那個房屋需求的問題 這個 剛才美姐 你說這種情況 就是發展商 他買一幅港人港地 因為有些限制 正如他買一些限赤地 或者一些 我們規定他建多少 數量單位的地 都是有限制 可能這些限制 就會反映了 發展商去計算 在投標 標價 考慮裡面 這個是存在的 因此在賣地的得益 反映了出來 好了 你說他買的時候 可能價格低一點 到他幾年之後 拿出來買 他跟回市場 這樣 這個不排除 他可以這樣去定 這樣的策略 但是承接的人 買家 他就清楚了 這幅地和其他非港人港地 是有多些限制的 尤其在買賣市場 是有不同的 因此 買家仍然用什麼價格去承接 這也是到時供求之間的因素決定 還有最終來說 在樓市裡 我相信買樓的人 他都會討論自己的能力 第一 如果真的那個價格 是很大幅地 跟社會整體的 經濟負擔能力及脫節 是會影響到價格的 除非你說 他不再理本地人的負擔能力 我們是靠境外人的負擔能力 所以境外因素 我們在考慮裡面 都要注意 還有當然就是供應 大家看看後市是怎樣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 政府一定要不斷增加供應 但是 可能 如果真是說私樓 就算蓋好也不壞 令到供應 仍然在市場上 不足夠的時候 當然從政府角度 我們還有供應部門 其實供應部門 都一定是平衡 私樓部門的狀況 但是供應部門 都需要時間去起樓 但是我們現在說清楚了 我們有一個長遠的房屋階梯 有出租的公屋 有居屋 將來可能還有其他配合的措施 我希望社會上 慢慢會看到 政府在房屋供應方面 是有決心 一就是整體供應 第二就是公營部門 不會只是消極的部門 有需要的時候 它一樣可以很活躍 作一個很好的平衡 如果市民看到這個前景的話 或者它不會說 可能未有自己計算 未必是一個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時機未必是現在 但是它因為恐慌 所以買 市民當然它買樓 什麼時候它買 它基於什麼考慮因素 什麼價格 它覺得合理 這個不是由政府來決定的 市民一定是它自己決定 但是政府就告訴它 我們長期會有供應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一個短暫的 很即時的 你可以等久一點 但是怎樣也好 政府就不會說 叫市民 你現在買或者不買 因為這樣的時候 好像政府指導了地 這個都不是香港 一個自由市場應有的原則 但是港人港地 會不會成為一個 推地的主流模式 這個真的很看市場的供求狀況 港人港地的最主要的大前提 就是要優先照顧 以香港為家的香港居民 他的治安居的需要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本身 永久居民 都解決不了他住的問題 我們只是回應外來的需求 或者投資 那麼社會怎麼會穩定呢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向本地人傾斜的 這樣的措施是必要的 但是這樣不等於我們關了門 因為很多地 還是在外地人都買到的 還有我們的方法 跟新加坡、澳洲都不同 新加坡立了法 有一個住宅物業的法例 是規定非新加坡國民 或者公民 有些東西它不能夠蝕足 我們就沒有這個 我們不是用立法方法 我們現在是用賣地條款 賣地條款就是這塊地 賣的時候 在契裡寫清楚 有限制 於是它建出來的樓 就繼續受限制 所以我們用的手段 你可以說是比較溫和很多 那可否人生就是 假如港人港地推了出來 仍然是 將來發展商賣的樓價 是市民負擔不了的時候 你們在這個 譬如說居屋方面 會加大那個供應量 如果那個社會裏面 真的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發覺市民是負擔不了 在市場裏面 一般的樓價 那這個正正就是 為什麼需要用 供應部門 資助的房屋計劃 來回應需要 這個都是居屋當年 在七十年代推出來的時候 那個根本的考慮 所以政府一定要雙軌進行 一方面是確保整體的供應量 令到市場比較平穩的發展 但是市場的價格 它不只是受供應單一因素影響 對現在我們經常說 這個流動的資金是非常充裕 利率近乎是實質的負利率 在這樣的狀態下 是會令到需求變多了 投資也可能會放在房地產 所以 但是怎樣也好 根本性的措施一定是 持續去維持一個 合理的供應量 然後假如價格真的脫軌 政府就需要其他方法去幫忙 所以居屋 其他幫助市民去 接安居的一些措施就必要了 政府現在看那個樓價算不算脫軌 平均去到很多地方都賣到一萬元一尺 我想的確這個 我們都聽到社會上各方面很多的意見 也都覺得他們是 現在樓價是近期上升得比較快的 而我們在政府內部 也都一直在看負擔能力的指數 為什麼政府近期比較著急 以及比較重點 在房屋方面 特別在供應方面 著眼去解決問題 財政司司長是主持一個督道委員會 正正是看如何增加房屋土地供應 而我負責的那個長遠房屋策略 督道委員會 我們很快就會公佈成員名單 就在10月初開工了 也都希望一個比較長期的 香港各個階層 它那個房屋方面的需要 無論是租方面 買方面 都希望做一個比較好些的 有所據為基礎的一個需求 那麽跟那個土地供應 可以是相配合來解決房屋問題 剛才講到一個置業安居計劃 你們是研究之中 考慮之中 說協助別人市民可以置業安居 你是會給錢去補足嗎 買不起錢給你 貸款給你 讓他們買私樓 還是你們還會考慮 有些屋 不是現在4萬元入息 可能是5萬元入息的人 都是可以從這個供應裏面 政府裏面去撥出來 因為如果你說 只是我給錢去買 其實又是益在地產商 目前我們想的 我同意美姐你所講 假如市場 實質的供應是有限 即使我們覺得不夠 如果你只是說 我給多些錢 譬如租金、津貼等其他 那你只會令到 那個價格可能再起 也都可能有些人說 那你是不是利益輸送了 所以政府這方面要很小心 我們現在想的方法 就不是這樣傳統 即是通常人們想起的方法 明白 現在就不可以說自己 但暫時在細節 要預定得好一點 那好吧 今天節目時間也夠了 希望我們再讓機會再請 謝謝大家 謝謝